有了 公子 過來這邊 我們一起來挖礦 你有沒有發現以前在Google搜尋挖礦的時候 會出現這種、這種和這種圖片 但現在出現的卻是這種、這種和這種 這些東西是礦機 也就是這兩年很熱門的 比特幣挖礦工具 公子 只要你抓緊時機 握有加密貨幣 你未來的方式、車子 還有我們的孩子 都靠他了 挖礦的方式其實有很多種 像比特幣就是 算力挖礦 只要你的計算能力越強 就越有機會獲得比特幣 還有社交挖礦和交易挖礦 透過發布貼文和執行交易 來獲得加密貨幣 今天我們要來創作挖礦 獲得加密貨幣Costee 只要畫畫手機、發布貼文 不用買設備、不用到冰檔 就可以挖到礦 今天要和你示範的創作挖礦有四種 下載 Live Me、Cheese、Photogrip 這三種APP 再來是到Contentos的官網 就可以輕鬆賺取Costee啦 公子 公子 交出你的手機吧 我看你原本就有下載Live Me 你是不是被我偷偷刷禮物給別人啊 看你嚇成這樣 我知道 你是想要透過Live Me的直播答題賺取Costee吧 首先點選首頁左上角的遊樂場 接著點選最下方的必勝金頭腦 跟著真過程、誠哥一起答題 只要答對八題有關區塊鏈的問題 就能遵分高額Costee獎勵 能夠學知識又可以拿到Costee 這種一鍵雙雕雙喜靈門 非常開胎的好機會 錯過就回不去了 錯過就回不去了 Cheese則是一款短視頻的APP 你看上面有很多好笑的影片 除了也可以在上面跟著Live Me的用戶 一起答題賺Costee之外 只要你完成每天的限定活動 更有以太幣、比特幣讓你拿 點開Cheese之後 在首頁的部分 點選右下角的禮物圖示 底下提供了14個任務清單 只要完成任務 就都能得到獎勵喔 你看 這樣我就拿到兩個Costee了耶 只要分享自己的創作 就能換到平台上的PG點數 可以再把這個點數 轉換成Costee喔 公子 你幫我拍照 我示範給你看 唉唷 基礎好爛喔 接下來按 保存 我就可以賺到PG點數了 第四種方式 到Contento的官網上面點 賺取Costee 就可以輕鬆的拿到Costee 總之 Costee就是 內容創作世界中的金幣 當然 你可以把它換成其他的加密貨幣 或是法幣 還有增值空間喔 講了這麼多話 肚子都餓了 我們去吃飯吧 走啦 不要再看了 吃飯啦 太超醜了 下一集 家旋要陪公子讀書 想要和我一起進修的話 就到Contentos官網 純樂思俗 我們下次見 我知道 小店 在這裡 發生什麼行動 再試一試 做